上一秒 两人还是人们眼中完美情侣 在观众面前尽情表演着爱的魔力转圈圈 但下一秒 祖国人就对风暴女射出了激光 打算消灭这个欺骗她感情的女人 只因为祖国人从星光那得知心爱的人 已经70多岁了 眼见如此 风暴女决定坦白一切 只见她从柜子拿出一张照片 祖国人以为白发苍苍的那位是她奶奶 没想到竟是风暴女的女儿 并在几年前死于老年痴呆 这样算下来 风暴女已经100多岁 比星光告诉她的还多30年呢 但她容貌却没有丝毫变化 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的第一任账 她就是五号化合物的研发者 沃特公司的创始人 而风暴女则是她的第一个实验品 祖国人也是根据她的构想 制造出来的产物 祖国人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只想离开 却被风暴一番话拦了下来 在一番甜言蜜语下 祖国人再次拜倒在风暴女的百年十六群下 为了向风暴女敞开心扉 祖国人带她去见了自己的儿子 第一个天生的超能力者 风暴女对莱恩很是喜欢 于是祖国人在晚上带走了孩子 失去了孩子的贝卡 立马找到比利 希望找回儿子 此时的比利正在帮助维多利亚议员 准备五号化合物的听证会 虽然有了点灯人 但根本无法撼动沃特集团这棵大树 于是他们把目标盯上了沃格博士 毕竟他是祖国人的创造者 但他为沃特集团效力了一辈子 说什么都不肯出卖自己的老东家 贝卡的出现让比利想到了主意 他拿贝卡的事情威胁沃格博士 想让他产生一点愧疚感 但沃格博士依旧不在意 眼看他软硬不吃 比利只能抹出他的家人 来回报祖国人的夺妻之恨 因为他的绿帽在某种程度上是沃格博士造成的 看到比利不是开玩笑 沃格博士选择了妥协 很快听证会如期举行 博士的出现让沃特公司所属都很吃惊 就在他准备说出真相时 整个大厅一片混乱 爆炸声和求救声 此起彼伏 就连超级英雄也有人中招 听证会就在这一片血色中宣告结束 但此时会场外 维多利亚议员眼神冷漠地盯着这一切 大家猜猜他是谁 随后听证会的腥风血雨 是所有人都陷入了恐慌 但也促成了五号化合物的合法化 每个人都想有能力保命 于是五号化合物供不应求 甚至高达五百多万一个疗程 就在比利对班导沃特集团感到无望时 火车头找到了星光 给了他一份厚厚的资料 里面是风暴女的所有信息 比电脑里的还详细 充分证明了风暴女是个万恶的内粹分子 随后众人将信息发到了网上 很快风暴女就从万人敬仰的超级英雄 变成了人人喊胆的过街老鼠 沃特公司刚刚转好的局面瞬间崩塌 比利等人也全副武装 准备和祖国人展开最后的决战